一书难写中外史 万字竖进古今情 欢迎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看史其实很有趣 第24集 刘邦竟然拿下咸阳城 刘邦运气不错 实力日渐强大之后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进贡咸阳 函谷关是中国历史上 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 秦国扫平天下之前 函谷关一直是秦国的一大门户 就算在秦朝建立后 也是护卫咸阳的东大门 因此备受秦国重视 函谷关城墙坚固高大 地势险要 因此刘邦的战略是 绕过函谷关 从谷关 摇关进攻咸阳 秦23年 公元前207年8月 刘邦带张良等人 先刻下晚 准备直扑五关 这时 赵高已经害死了胡亥 秘密派人来跟刘邦谈判 愿意开关 让刘邦进攻咸阳 但是要求刘邦封他为关中王 赵高老坚俱华 贪得无厌 刘邦根本信不过 再说 刘邦如果进入咸阳 按照怀王立下的约定 关中应该是他的地盘 把关中给了赵高 他刘邦岂不是白白辛苦了 于是 刘邦对于赵高的请求不予理睬 他执意要打五关 这时 张良连忙阻止 他说 佩功切莫召集 秦军的实力还是很强的 不能小觑 以智取 不宜强功 我听说摇关守将 家里是卖肉的 是商人 他重力轻易 可以利用 可以派一伙人 伪装五万人的规模 大张旗鼓 慢慢向摇关进发 同时在山林里 多设几处移兵 然后你再让黎翼姬和陆甲 多带些经营财宝 去贿赂摇关守将 这样 有移兵做威吓 有财宝做诱惑 应该能够达到不错的效果 刘邦对张良的建议 马上照办 陆甲和黎翼姬一样 两人到了摇关 一番游说 守将果然上当 与黎翼姬和陆甲 推薪致富 表示愿意相处 跟着刘邦一起打咸阳 刘邦得到了好消息 马上就要接受 摇关守将的投降 这时张良又站出来阻止了 他说佩公 你别高兴得太早 摇关守将愿意投降 这只是他个人的意思 旗下的士族 恐怕大多数不肯跟着他投降 如果士族们不肯 我们冒冒失失去接管 控造不测 莫不如趁摇关将士离心 主将失去了警惕的时候 咱们立即进发 必能够大获全胜 刘邦对张良言听计从 果然不费摧毁之力 就拿下了摇关 而摇关已下 咸阳城自然也毫无抵抗之力了 刘邦攻破摇关之后 比各路诸侯先赶到咸阳 于是他驻军在坝上 派人向秦王子英下书 以保证人生安全为条件 要求子英投降 刚刚在王位上 坐了46天的秦王子英 环顾四周 内无可用之将 外无救亡之兵 于是他乘坐白马 树车 把自己绑着 带着皇帝的应洗 向刘邦投降 刘邦军中有不少人 建议刘邦将子英杀掉 刘邦坚持要展示 自己的宽容仁慈 他想要作为仁义之师 想要安抚情人的情绪 因此他力排众议 接受了子英的投降 率军直入咸阳城 咸阳城是秦国财富的聚集地 刘邦军一进城 人人都陷入了疯狂之中 人人都开始了贪婪的抢劫和掠夺 对于属下的疯狂抢劫行动 刘邦并没有制止 他也无法制止 因为连他自己 平身第一次走进了皇宫 也变得疯狂起来 对于刘邦的堕落 凡快看在眼里 急在心头 他苦劝刘邦 放弃这种娇奢淫逸的生活 要立即出宫 主持工作 张良也劝刘邦以大局为重 切莫被暂时的安逸冲昏了头 不要忘记脾气暴躁的项羽的威吓 赶紧撤回坝上 听了凡快 张良的先后劝说 刘邦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 他还是寄希望于未来 带着几分的不舍走出了皇宫 他把宫中的金银财宝 全部封存起来 美感思长 自己则带着士兵返回了坝上 接着 他以临时占领者的身份 把关中各地的地主 豪强 乡老 召集到一起商议大事 在会上 刘邦大声地说 诸位父老乡亲 你们受秦朝言行郡法的苦实在太久了 现在咸阳被我占领 秦朝已经灭亡了 我起兵的时候 跟诸侯有约 谁第一个占领咸阳 谁就做关中王 我侥幸占了先 那么将来关中这块地方 就是我的地盘 今天 我跟你们约定的法律有三条 杀人者死罪 伤人者按情节轻重论罪 窃盗抢劫者按情节轻重判刑 这些都按照秦朝原本的规定来 其余的 所有以前秦朝规定的法律 全部废除 所有官吏职位不便 即刻履行职责 百姓们安居乐业 不必恐慌 总之我到这来 是要为父老们除害 不是来侵犯你们的利益的 所以不要害怕 除了跟各地的管事交代完后 刘邦又派人 跟着地方官 到田间地头去巡视 向老百姓做宣传 听说刘邦 免除严刑郡法 科捐杂碎 官宗百姓欢呼雀跃 纷纷杀羊宰牛 到坝上来靠军 刘邦见老百姓来送礼 坚决拒绝 表示 父老乡亲的一片好意 刘邦心领 但是军中的粮草充足 并不缺乏 不想让大家破费 大家赶紧把东西拿回去吧 看见刘邦坚决不收礼 老百姓更觉得 好日子终于来了 于是 千家万户 日日祈祷 盼着刘邦能够在 关中站住脚 刘邦有心在 关中为王 老百姓也拥护他 但是他真的能够如愿吗 月之剧情 下回分析 感谢您的收听